四大天王太不给力,女儿全长得像老婆,尤其是黎明基因彻底完摆,小编从小就听说过一句话,女儿长得像爸爸,儿子长得像妈妈,为什么都四大天王,这就改变了小编的看法了呢? 黎明和助力爱文的女儿出生以后,不少网友调侃,曾经的四大天王成了四大岳父,他们对女儿们保护得十分好,但是今日黎明却在社交平台上,公布了女儿的长相,还在文字中表示女儿好胖,贫乏是她的福气,好有爱的爹地啊,图片可以看出黎明不到五个月,大的女儿脸蛋肉嘟嘟的,非常的想要人捏两下。 长相十分的讨喜,但是貌似不太像爸爸,更像妈妈多一点,黎明基因却认失败,哈哈哈哈,张旭友和自己的太太罗美威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张瑶华还有小女儿张瑶轩,她们相差五岁,小时候被保护得很好,连媒体都很少有她们的正面照,小女儿每次爱出都会戴着口罩,但是大女儿如今已经十八岁了, 多次爱出的时候被抓拍,可以看得出来她的颜值很高,她还经常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闪出美照,她的长相向妈妈更多一点,遗传了妈妈的性感后唇啊,刘德华的女儿留下会简直就是翻版的妈妈,并且越长大越像,前不久拍到刘德华带女儿去旅行, 女儿貌似又长高了不少呢,笑得很开心很活泼的样子,女儿和朱丽切年轻时候的样子很像,圆圆的眼睛和樱桃小嘴,一看就是,遗传了妈妈比较多,小编怎么看都不像爸爸, 郭富城和方怨的女儿去年刚出生,一直都是热门话题,即使郭富城和方怨不带女儿外出,他们也用办法拍到宝宝的照片,春节的时候就被媒体拍到了, 只见郭富城女儿头发乌黑浓密,大大的眼睛小巧的嘴巴,简直就是迷你版的方怨,郭先王惨败,哈哈哈哈,四大天王年轻时候的眼神也是属于孽先的,哥哥都是小鲜肉级别的,希望他们一直年轻下去,四大天王太不给力,女儿全长的小老婆,尤其是黎明记忆彻底完百,你们怎么看呢,可以留言和小编互动, 最后喜欢小编的可以点赞加关注,小编给大家比心。